地球的奥迷还是很多啊 但是我们有机会再讲 我们简单的就是了解 这个天文地理 怎么样验我们的人生 因为毕竟此生为人 但是古代人都讲上着天文下着地理 我们也可以拿这个刀的坛子 有的时候博学就是说 人到了一定层次他就追求精神 很多东西长远的还是有 不然分那么多学科干嘛 我们要不断地精神 不断地去探索发展 都是相互借鉴 有作用 我们说越穷越亮 中国自古就说上面有嫦娥啊 雨兔啊 那些都是神话 但是神话 是不简单的 我们单独在讲 很多东西都是真的 那现在科学认为呢 就是说看这个形状 有的时候也像图 就说雨时坑 月球 它的奥秘 永远它的背面对着了地球 后来的这个宇航发展 已经 美国登月的时候 已经发现 有很多雨漏飞船 在监视着它 在它周围 不过生命 月球那个三严女士 那个 那个就是 那是 过的 还有活的 月球 空性 这个现代科学 一致 只有这样才符合 科学 通过它的光啊 它的引力啊 它上面的物质 中国唐朝的时候 曾经讲过 月球 月球人来到地球 跟它对话 幻化成了一个人形 一样 看不出来 我们那里 什么样 就是 有很多的 这个 它是凹凸不平的 它是 这个 有生命的 它是 怎么怎么样的 有多少人 都跟你讲 那你信不信 现在科学通过考察 上面还说 下面有这个 七宝 是吧 发现月球的 刚好 有主要的 99% 就是 七种元素 就是化学那种 化学元素 就是 氢 氢氧氧氧氧氧氧氧 就是 这些 那怎么搞的 那么巧 无巧 无成熟 那就是 就像科学一样 你只能是依照着这些 然后再去实地考察 哪有那么多巧的事情 然后 这个地球月球啊 它是有宇宙捕获说 有撞击说 分裂说 地球月球分开了 就反正有很多学生 都不成名 到最后 那科学都把自己科学推翻了 都是假设 然后再去验证 还有很多秘密 曾经有异能人士 就是有一本书 你发现 曾经呢 那个就是 公公怒出不住山 跟那个有很大关系 通过自我的 就是 遥视呢 它能 回到一起来 那是 月球是 神 人造的一个 飞传 现在科学发现 不是万物生长靠太阳